這題目我已經拍了第三次 因為已經輕了兩次機 所以我用很快的速度再說第三次 這題目是有一個人放2000元入銀行 每個月都放2000元 即是第一個月放2000元 第二個月又放2000元 第三個月又放2000元 這樣放 然後銀行開給你1.8厘 compound 每個月 即是每個月福利息 然後他想問你到第18個月 究竟他總共有多少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知道 compound interest 的公式是怎樣 因為我已經寫過一次 所以我就這樣copy and play上來 然後p是2000元 r%是1.8 k是一年有多少次 一年有12次 因為他每個月都會幫你福利息一次 即是一年是12次 所以k是12 n 就是年份 n 就是年半 這裡代表18個月 即是一年半 即是代表n是1.5 所以你就會得出 就是他第一個月放進去的那塊錢 在18個月之後就會有這個數字 但他是每個月放進去的 換言之其實他做了18個月 是做了18次定期的 這個是他最早做的定期 然後他下個月又去做定期 保持著每個月做一次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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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著18個月就有18份定期 就是最早在第一個月的時候放進去的 他就一直在滾傳一邊福利息 就18個月後 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最大的 而這個數字 因為是他剛剛新放進去 所以這個應該是最小的 OK 現在他就想問問你 Total 這18份定期 他加起來有多少錢 即是要將這些數字全部加起來 很明顯 這個是一個GS 因為你看到它是2000乘以這批東西 下一個term又是2000乘以這批東西 乘以這批東西乘以這批東西 你看到他每一次都是乘以這批東西 所以你就會知道是用GS 並且是sum of GS 因為他現在不是問你第幾個月的定期 他現在是問你total的定期 所以你是用sum of GS 由於這批東西實在太醜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先計算A是多少 先計算R是多少 你才去做就沒那麼肉酸 A我先計算了 這個是A 第一個term 我當最新的那批東西 我當最新的那批東西是第一個term 我按Kelta就等於2003 然後就R 你看到他每一次都是乘以這批東西 我又按一按Kelta看看是多少 我按Kelta就出到的答案是1.0015 我有A 有R 我知道是放18個月 即N是18 我知道是用sum 基本上我有我要的informations 應該就很容易計算了 按到答案就等於36517 correct to nearest dollar 我在這裏強烈再要求大家多一次 最好先計算A和R 然後你才代入整個比例 如果不是那批東西就會是這樣的 你看到很容易會按Kelta 所以安全起鍵就先按A 先按R 然後才代入 那就沒那麼容易錯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很有信心 你想一條識過的 其實都可以的 這條就來到這裏 The next question 有一個很嚴重的流行病 然後 Health Department 就估算一下 就是 新染病的人數 它就是連續 連續日 它就是覺得是formGS 並且它也計算到 common ratio是1.5 然後它也知道第一天是有100人 然後 題目是問你7天後有多少人染病 要留意的就是7天後 總共有多少人染病 不是問你第7天有多少人染病 就是由第一天 就是由第一天 一直加到第7天 一直加到第7天 有多少人染病 即是說這個是sum sum of GS 而且它也說了 他也說了給你聽 是after1 week 即是n是7 你有A 有R 你又知道是計算s 計算sum 你又知道n是7 我相信part A 就難你不到的 你可以試試自己計算 part B 如果city有700萬人 請問在多少天後 就會全部人中了 如果全部人要中了 即是說 數字的sum 是大於700萬 即是說 我不知道是多少天 所以n是unown 就要大於700萬 你應該是需要take log 因為是inequality 又是一樣 你試試自己計算 這條tricky的位置 就是墳墓是negative 你扔過去的時候 這裡就要轉曬 然後你出現negative 然後你扔來扔去的過程 你又會再轉多一次曬 然後 最後就是take log 我按到25.80525846 即是要26天 26天之後就會全部人中了 這就是nooks的第17頁 這條題目跟上一條題目一模一樣 只不過傳染病不是影響人 現在是影響豬 請你停止這個影片 試一試就是跟回剛才的例子 試一試自己做不做到 你可以檢查一下答案 最後應該是at least 18 days 這個影片來到這裡 到達了